灿速颱風沿著東波海面北移 向局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不過宜蘭當地就有民眾無視警告 跑到外澳海灘來吸水 目前正是文旦佑的採收期 農民忙著搶收 南方澳也停滿上百艘的船隻 近港避風 灿速颱風襲臺 氣象局針對宜蘭發布豪雨特報 早上十點左右 是沿海地區風雨最強的時候 大浪一度打到岸邊 畫面觸目驚心 灿速颱風逐漸北上 全台的雨勢也增強 而記者現在位在宜蘭的外澳海灘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浪已經變得相當大 雨勢也逐漸在增強 但卻有民眾跑來這邊吸水相當的危險 有民眾無視禁止吸水的公告 還一度遠離沙灘走向海邊踏浪 而距離外澳沙灘不遠的烏石渝港 海巡隊拉起封鎖線並派員巡邏 根據統計以口頭圈離海上五船十三人 岸上觀浪民眾及釣客兩百五十四車六百六十人 雨勢在下午趨緩出現零星降雨 不過宜蘭南方澳的港口仍是停滿船隻 上百艘的漁船進港避風 9月鎮縫文旦佑的採收期碰上灘暑颱風洗腦 農民加強設置防風網以及補強支柱固定 減輕危害 一早更是忙著搶收 此外颱風還造成大同鄉 壯圍鄉 南澳鄉 偷山福城里等部分村落 總計六百二十一戶停電 台電陸續派員搶修 有五百二十三戶恢復供電 記者紅姐王德新宜蘭報導